而在美国现在对于科技业的垄断开始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时刻目前还没有把Amazon列入 目前列入的主要是Facebook和Google 所以Facebook和Google的主要部分是关于Facebook不断的竞争 把他的潜在竞争者不断的并购 他们认为这已经形成一种垄断 妨害市场的创新跟竞争能力 另外在关于Google的部分 也是关于数位广告部分领域的垄断 所以在美国对于高科技这些 不管是搜寻引擎或是像Facebook这种社区媒体里头的龙头老大 开始进行了反垄断的调查 而美中现在看起来双方科技冲突 军事冲突 国家的价值体制各方面冲突 可是对于科技的垄断这些事情 双方都在成立一定程度的调查跟反垄断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主要针对的是阿里巴巴 一个是阿里巴巴在他的电子商务里头 要求所有的卖家 如果要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卖 在淘宝上卖 就不可以在其他家卖 这称之为叫二选一 这被中国认为是在商体卖卖里头 不利于其他的电子商务 所以当然是垄断行为 第二个是蚂蚁金服里头完全超出金融监管 很可能形成整个中国的金融泡沫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开始进行了它的除了反垄断 还有要求蚂蚁金服在去年史上最大的IPO马上停止 到目前为止蚂蚁金服是愿意成立金控公司 用金融监管的方法来成立蚂蚁金服 但是可不可以被中国大陆官方允许 目前还在观察当中 不过整体而言大家在报道阿里巴巴的时刻 大多数都是说马云被抓了 因为觉得中国共产党最近可能很容易逮捕一些 可能威胁到它的领导权的人 但事实上看这件事情可能真正的 主要的它的本质面上 就是美国跟中国 全世界的两大市场都对于 对于他们在他们的市场里头 崛起了几家大型的科技公司 而且没有缴税的科技公司 开始进行反垄断的监管 CNBC评论 华府与北京持续僵局的关系中 却有件事 两边是志同道合的 2020年10月 美国司法部与11个州的检察官 正式控告网路拒搏谷歌 违反美国反托拉司法 拥有九成网路搜索市占的谷歌 竟是与手机业者协议 绑定搜索引擎 这妨碍了对手竞争 并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诺肯定黄国人 优优独播剧院 民民民民室 刘旦 士词 刘旧 词 人 Google no longer competes only on the merits but instead uses its monopoly power and billions in monopoly profits to lock up key pathways to search on mobile phones, browsers and next generation devices. The end result is no one can feasibly challenge Google's dominance in search and search advertising. Pointing to exclusive agreements with device makers like Apple to pre-install only its search engine into its devices. In return, according to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pple receives as much as $12 billion in revenue sharing. Google is immensely powerful,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economists, legal analysts, who say that Google's power, Google's size is bad for consumers, bad for the markets. 到了12月初,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全美46個州的檢察長聯盟 也對臉書提起反壟斷訴訟. By using its vast troves of data and money, Facebook has squashed or hindered what the company perceived as potential threats. They've reduced choices for consumers. They stifled innovation, and they degraded privacy protection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這次的訴訟針對的是臉書過去大舉併購潛在競爭對手、扼殺市場競爭的行為。 檢方並準備向法院提出要求臉書剝離並出售旗下受歡迎的社群媒體IG以及通訊軟體WhatsApp等品牌業務。 到了12月中旬,美國又有10個州的檢察長起訴了另一宗谷歌與臉書在數位廣告領域涉及的壟斷行為。 指控兩家科技巨頭達成一項互不競爭協議,操縱並壟斷廣告競價與投放,進而抬升廣告價格。 熟悉市場公平交易法律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前總顧問凱文阿奎特認為, 對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無關遏制創新,反而是導陣競爭環境促進科技進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而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也面對同樣的問題,但北京中央決定整頓科技行業的壟斷,政策卻來得又快又急。 會議強調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國家支持平台企業創新發展,同時要依法規範發展,健全數字規則。 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2020年12月18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將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列為2021年的八項重點經濟工作之基。 而監管政策緊縮的矛頭,全都指向中國的網路拒搏阿里巴巴。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今天發布消息,近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指報,依法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實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對於平台經濟領域的這個二選一啊,從這個老百姓的這種直白的理解來講呢,就是如果一個經營者的產品或者服務在一個平台上進行銷售,那麼它就不能轉到另一個平台上。 你有沒有選擇我的平台,有沒有選擇另一個平台,不能同時選擇,這就限制了這個商户人入住的這個商家,這個經營者的這個選擇。 對於阿里巴巴旗下的網購平台,逼迫商家二選一的市政明顯,國家市監總局人員,進駐阿里巴巴一天就完成調查,就等待後續的整改方案與裁罰。 但對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來說,現在是蠟燭兩頭燒,除了反壟斷,還要面對官方指控的資本無需擴張。 馬雲在2013年剝離阿里巴巴第三方支付的支付寶等金融業務後,另外成立了螞蟻集團,並迅速擴張網路金融版圖,成為中國的金融科技超級獨角獸。 原本預定在2020年11月4日,在上海A股科創板跟港股同步上市,但這宗募資金額350億美金的全球最大IPO,卻在掛牌前兩天遭官方喊停。 外界梳理原因,問題出在10月底在上海的一場金融論壇。 各位嘉賓,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會上發表視訊演說,除了金融創新,更強調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而這樣的官方主旋律,卻被隨後上台講話的馬雲吐槽對嗆。 馬雲畫匣子一開口無遮攔,更挑戰中國的監管體系,批評是用昨天的辦法在管理未來。 做沒有風險的創新就是扼殺創新。 很多時候把風險控制為零,這才是最大的風險。 銀行喜歡給好企業不需要錢的企業貸款,拼命的貸款。 結果讓很多好企業變成了壞企業。 形成了甚至把這個錢賺出去,做那些完全不符合資金。 錢太多,也惹很多事。 抵押的當副思想,是不可能來支持未來30年世界發展對金融的需求。 我們必須借助今天的技術能力,用大數據為基礎的信用體系,來取代當副思想。 馬雲習慣帶著風趣又諷刺的談話風格,這回卻捅了個馬蜂窩。 2020年11月2號,螞蟻上市前兩天,中國證監會、銀保監會、人行和外管局、四部委、聯合約談馬雲和螞蟻集團高層。 更在同一天,公布了一項網路貸款監管新規。 這直接限制了螞蟻的網路金融業務和營收能力。 更與稍早螞蟻IPO錄演階段,跟投資人說明的完全不同。 上交所的公告說,為了避免投資人權益受損, 這才暫緩了螞蟻的IPO。 26號,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等金融管理部門,聯合約談了螞蟻集團。 2020年的最後一個週末,螞蟻集團再次被監管約談。 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公盛以答記者問形式,透露了這次約談的一些內容。 直指螞蟻集團的五大罪狀,痛批螞蟻存在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 藐視監管合規要求等問題。 事實上螞蟻集團的金融創新業務,一直存在無法可管的灰色地帶。 特別是在金融零售,以及衝擊傳統銀行存款業務的龐大金流余額保, 並不受存款準備金規範等問題。 中國監管層一直沒有明確的法規, 這也讓螞蟻的金融帝國無序擴張。 吃了這麼多嗎? 嘿嘿嘿,買單發現錢沒代購,不要慌。 上支付寶用花唄,隨時都有小錢花。 還好有花果。 中國有個流行語,90後幾乎都欠馬爸爸的錢。 原因是支付寶的銷金業務花唄像是信用卡功能, 為無法申請信用卡的人提供信用支付。 低門檻零審批,廣受時下中國年輕人的喜愛。 此外,另一個借貝,類似於網路小額信貸。 但這兩項業務是堅果空白。 螞蟻金服是打擦邊球, 而且靠的是兩家在重慶註冊的小貸公司。 資金來源則是向傳統銀行借貸, 再以較高的利息借出, 然後把債權證券化, 又向市場融資補充資本金, 玩其華爾街的那一套空手套白狼。 所以馬雲現在說的花費借貝, 他在重慶的資本金, 從30多億放大到100多億, 再放大到200億。 那有200億的話,銀行貸款一下, 就形成我們600億。 600億再放個15遍,就可以形成幾千億。 重慶市前市長, 現為官方金融智庫的黃岐帆, 就一直抨擊馬雲丸的資本套利, 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 也逼著監管層最終出手。 金融管理部門對螞蟻集團提出了, 重點業務領域的整改要求。 一是回歸支付本源, 提升交易透明度, 嚴禁不正當競爭。 二是依法持牌, 合法合規經營個人徵信業務, 保護個人數據隱私。 三是依法設立金融控股公司, 嚴格落實監管要求, 確保資本充足, 關聯交易合規。 四是完善公司治理, 按審慎監管要求, 嚴格整改違規信貸、 保險、理財等金融活動。 五是依法合規, 開展證券基金業務, 強化證券類機構治理, 合規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 2014年, 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 西方這才發現, 在中國有這麼一位英文流利, 說話風趣, 又是白手起家的創業者馬雲。 他更成為中國企業家的頂範, 被北京默許, 在川普2016年勝選之後, 為他規劃媒中間跨國電商貿易的合作。 而紐約時報分析認為, 中國過去鼓勵網路創新發展, 這讓馬雲與阿里巴巴享有一切的聲譽。 如今監管發生了變化, 現在的馬雲被打成邪惡的資本家, 但也代表北京已經改變過去, 放任網路科技無序發展的政策。 至於是一位跟我想咬下的優施官, 我們在某少年、 讓我們進行的保護貿易。 在某少年後, 有需要後太敬虎去了。 感谢观看